關卿提示記得打開YoutubeCC字幕以獲得最佳觀影體驗 大家好,我是白兵衛,歡迎來到這個Youtube頻道 今次的山區兒童就會乘計上一集學了的結尾 我和Juno就進去了西貢的琴渠石頂 今次的路線難度不算很高,介乎一升至兩升左右 整條路線都不算很長,我們開始和結尾都是西灣亭 大概兩至三個小時怎樣都完成了 途經大浪灣遠足徑,吹筒咬,物理號徑第二段 打卡位當然是今天的主角,琴渠石頂 交通來說非常簡單,只要在西貢市中心 叫的士進去西灣亭就可以了 但記著注意,如果你在琴渠石頂 回到西灣亭,最好是一些有訊號的地方叫的士回去 沒錯,一個贊助都還沒有 希望大家可以看完這段影片,給個like,訂閱小弟 或者喜歡的share給你的山友看 多謝大家,麻煩你們 好快我們來到西灣亭,我們剛才在亭那裏整理了一些行裝 還有後面有廁所,對嗎? 很高次,有三個 那些沒那麼漂亮的廁所 可以放下你們的水份再出發 那一開始已經有一條分叉路了,Juno 是嗎? 是啊,我們向著,我們看到分叉路了 那其實呢,這邊就是去西灣的,我們要去這邊 我們要去這邊的,我們要去西灣的 好,按他石頂就走這邊 按他石頂就走這邊 按他石頂就走這邊 那所以呢,如果真的去西灣亭,叫的士 可能就要找些有訊號的地方 先叫的士 才再走去西灣亭,會好一點 是的 我們的計劃,想著今天怎麼安排的時間 我們現在都差不多八點半了 其實我預期十點鐘要去到琴渠石頂 是,小心 我們已經看到目標 在這裏就是琴渠石頂了 我們加速今天不逗留 對 對 還有呢,沿途呢 不停有很多 雕鐘花在這裏 陪我們走 哇,下了幾日雨了 最近不停下雨了 到最近 都還是乾糖 對 是乾糖 被人抽光了 賣完水都被人抽光了 對 還有今天都幾大風 是啊 上次走這個老虎頭的時候 爆風 我不是啊 因為上次我忘記帶這個 Deadcat 所以就不停有爆風聲 和大家說聲不好意思 這次我帶了這個 收音應該是活耗了很多 剛才一開頭那段路 都是石屎路多 來到這裏就開始有少少梯級 頭段呢 石屎路是蠻好走的 但一會兒入到山路 我們就會比較多一些分岔路 那時候我就會再講得仔細一點 應該怎樣走 上完的樓梯級呢 就有兩邊的 一邊就是去拿地墩 另一邊呢 我們就是西灣山 西灣山 好 樓梯繼續迎接我們 樓梯繼續迎接我們 無盡的低梯級 這裏都有一條分岔路的 我們繼續向右手邊這條樓梯上 對著你了 OK 好 走 來到這裏呢 我們就有兩條分岔路 一條是大路來的 另一邊呢 就是 有一條小路 我們走小路的 那不清楚呢 認住這個物理號碼梯 還有這裏有一條絲帶 綠色絲帶 裏面都有一條綠色絲帶 那走了一些石屎路之後呢 現在這些泥路就 沒有那麼好走 但都還OK 條路很寬 上來的平台呢 右手邊又是有一條 綠色絲帶的 那我們就跟著這條綠色絲帶走 去琴渠石頂這條山徑呢 就會比較多分岔路 那你看到分岔路的時候呢 靠右走幾乎就沒有死了 但最好呢 都看一看地圖會好些 我們剛才就在下面 繞了一個圈上去 然後呢 我們的終點就在這裏了 對 其實看得到它了 那我們就出發 出發 go 這裏這個平台呢 超級漂亮 大概在我們的頭 或者肩膀之間而已 可以看著那個目的地 這些植物呢 都不是我們平常常見到的樹 都挺正的 好像在一些草原上面走著 好 路之下 經過一段路之後呢 我們就後面就去琴渠石頂了 我們差幾步就到了 剛才的路比較寬闊 尾端有少許窄 窄了少許窄 窄躁多一點會刺腳 所以夏天會過來就小心一點 穿一條長一點的褲 我們現在九點半就已經去到琴渠石頂了 今天太好了 一個人都沒有 我們就可以慢慢玩一下航拍和拍照 打卡先 這裡很大空 不過都不用用手套 安全的 對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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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 好 嘩 真 事不宴遲就馬上和Juno拍照 打卡先 琴渠石頂的造型都很獨特 旁邊還有一棵這樣的植物 不告訴你 還以為是懸崖 站在琴渠石頂上 環固四周 你就會看到一個非常景色優美的萬宜水庫 好像被包圍著一樣 可惜都是天公不造美 欠缺好天氣 我和Juno走幾次山都還是天陰 不過不要緊 我們相信下一次一定會好天 到今天的重頭戲 韓拍 我用韓拍給大家看看琴渠石頂的一個獨特面貌 希望大家喜歡 細心欣賞 回程也非常簡單 開始都說過了 你可以在西灣艇搭的士去西貢市中心 我和Juno就緊接下一集 下一集我們會回到物理浩徑第二段 我們需要穿過松林 考驗我們的看地圖能力 才去到獨孤山 由獨孤山我們會去到東霸 和破邊洲 為大家帶來更多的韓拍 如果期待看破邊洲的景 記得訂閱小弟 和按LIKE這段影片 我是白兵衛 多謝大家觀看 拜拜 請 olha 請等一待って 請你 請吧 請請 感谢观看